即使这次你没有得奖,也不要忘记创作的初衷 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希望的道路 每一位没有得到走中奖或金克奖的创作者 我们想说,你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无数精彩的作品和创作者 在三金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这不仅是对台湾娱乐产业的肯定 也代表了台湾创作力量的持续成长 三金奖项是台湾娱乐产业的三大支柱 金钟奖、金马奖、金曲奖 金钟奖自1965年设立之初便专注于广播事业 后来在1971年随着电视产业的崛起 金钟奖也纳入电视的表现进行奖励 金钟奖与金马金曲相较 最具本土特色,不仅在地化程度最高 对台湾的电视与广播产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钟奖不仅限于电视节目及广播节目制作 项目之多元性也是三金之冠 无论是目前的表演奖项还是幕后的技术奖项 都给予了每一位辛勤工作的创作者应得的肯定与荣誉 2019年,走中奖诞生,由知名YouTube频道上班 不要看创力 这个奖项的诞生,让新媒体与网络创作者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从频道企划开始,逐渐演变为囊括各大社群平台的盛世 走中奖像是新媒体创作者的金钟奖 是台湾社群与创作文化的另一座灯塔 然而,走中奖的设立时间较短 在资金与技术资源方面相较于三金,还不过成熟 三金奖项由政府与大型组织多年累积而来 拥有稳定的资源与强大的技术团队 而走中奖,虽然年轻 但却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 他努力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提供网络创作者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 随着短影音时代的来临 金克奖于2022年正式诞生 有不可能影音策略 有玩娱乐,海纳新媒体联合举办 金克奖的前身是白羊奖 专注于短影音的创作和突破 虽然金克奖的成立时间还很短 与走中奖一样 在资金和技术支援方面相较三金仍有不足 但他们也正在学习和进步 逐步打造属于短影音创作者的高光舞台 当我们谈论这些荣耀的时刻 无论是走中奖还是金克奖 很多创作者可能会有失落感 因为我们都希望被看到,被认可 有人可能努力多年 却依然与奖项擦肩而过 但是,我们希望你能记得 奖项并不是唯一的认可 走中奖与金克奖诞生的初衷 就是让每一位创作者都有发光的机会 在这些奖项的背后 是数千万观众的支持与喜爱 是创作者的热情与努力 金中奖代表的是台湾传统媒体的荣耀 而走中奖与金克奖则是新媒体时代的骄傲 即使这次你没有得奖 也不要忘记创作的初衷 这是一条充满挑战 但也充满希望的道路 每一位没有得到走中奖或金克奖的创作者 我们想说 你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因为每一份创作 都在为这个时代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 继续勇敢前行 因为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可能就在下一次的舞台上等着你 加油 每一位在创作路上努力的你 无论有没有得到奖项的肯定 真正的创作精神永远闪耀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